肥牛包的汁你们肯定没吃过 味道真的是决决籽 炒过水的肥牛和洋葱一起剁碎 调料放在屏幕上了 关键就是这颗鸡蛋 让牛肉更多汁嫩滑 用饺子皮把肥牛包起来 放上平底锅 底部煎到焦黄之后再放面 加一点水盖上盖子先蒙着 给你最喜欢的水果切丁切片 酸奶加入冰淇淋粉 脚打至顺滑没有颗粒感 铺上油纸倒入模具 摆上水果丁水果片 冷冻凝固后切成适合的大小 这样做出来冰淇淋一点冰渣都没有 是不是特别像小笼包 因为加热鸡蛋 所以肥牛变得非常的多汁 大小也刚刚好 一口一个 快做给亲爱的人吃吧